观众朋友好 欢迎收看中国禁闻 国际记者联合会IFJ在5月7号发表声明 批评中共媒体管制 惩罚刊登报道揭露马三家酷刑黑幕的烂字视觉杂志 声明说呢 烂字视觉杂志的出版发行受到了影响 股票的初始股上市也受到干扰 据美国之音的报道 国际记者联合会的信息和人权官员阿内斯特·萨加加表示 中共当局对于烂字视觉杂志的处理是不明不白 很不光明磊落 是违反新闻自由的行动 如果中共当局认为这份杂志刊登的报道内容不准确 可以寻求其他途径来解决 例如要求作者答复质疑 以征视听 但是限制杂志出版或者是收缴证照则是高压手段 财讯传媒集团旗下的杂志烂字视觉 已经错过正常发行期两天了 目前还不清楚是永久关闭还是推迟出版 这份杂志今年4月号刊登的调查报道走出马三家 揭露了辽宁省马三家劳教所中女性劳教人员 被酷刑虐待的问题引发舆论的广泛关注 据美联社的报道 这篇文章在中国四大新闻网站上是阅读人数最多的文章 中共中央纪律委员会信访办公室的副主任张绍龙5月7号表示 中共的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坚决杜绝一切拦卡堵截上访群众的错误错法 而且不得到来访接待场所和公共场所拦截正常上访的群众 他同时还强调民众在行使举报权力的时候 要遵守相关的法律法规不要越级举报 对于中纪委官员的这个最新表态 很多网友在微博上发表评论 有人就指出这是典型的空谈误国行为 中纪委一不是立法机关 二不是执法机关 三不是行政机关 仅仅是党内的纪律机关 在这个问题上能有什么作为呢 如何来依法延长拦截上访者的人和这个国家机关 也有人质疑 为何不直接说严禁拦截上访群众 这背后是否在暗示 非公共场所例如家里路上可以拦截呢 何为正常是否在暗示 把上访人员说成非正常就可以拦截呢 还有人说中纪委强调不要越级举报 可是同级的纪检监督靠谱吧 弄不好 这个信访举报人的信息被泄露 遭到打击报复的事也会发生 好观众朋友 接下来一起关注这期的时事经文